Hello,秒拍的朋友們,大家好,我們是Telaboyce 那2018年終於是全團都成年了 那個,覺得跟18歲的自己有什麼不一樣的事情? 啊? 18歲了自己有什麼不一樣的成長? 我才滿沒幾天的,就是很開心很開心 其實感覺跟滿之前差不多 那麼這個全員成年之後對於組合有什麼特別的期望? 我們的期望就是,就是越大越強 就是希望隨著時間的推移,然後組合變得越來越強大 然後能夠傳遞出更多的能量吧? 希望就是能夠給粉絲們繼續做好的榜樣,然後出好的作品 那小凱之前在微博上發了利息啊,對 就大家都在問7千萬的福利,大概什麼時候會跟大家正式見面呢? 呃,就是不光是7千萬,還有之前的都會在周年跟大家見面 哈哈哈,我容易給我見面 你覺得你打算會給大家帶來什麼樣的一個驚喜? 就大家期待吧,我自己也很期待 好,然後問一下遠遠那個參演的電影《第九天長》 昨天剛剛得知的消息是入圍了柏林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 和王小春的導演第一次合作的感覺怎麼樣? 呃,就是感覺蠻好 然後這個電影呢,就是當得知進入了柏林電影節主競賽單元的時候 還是蠻開心蠻激動的 然後能跟同組這麼多優秀的演員前輩老師一起學習 感覺很榮幸,然後受教,然後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嗯,那千禧呢,今年剛出了一張新專輯,自己最喜歡這首歌 呃,最喜歡《東壇米島》 嗯,那你未來籌備新歌,還想嘗試一些新的那些風格呢? 呃,各種風格都要嘗試吧 嗯,比如說呢? 哦,好,比如說時候可能民謠,可能爵士,可能都希望吧 每個人抽一有問題就可以 這次沒有炸雞球了,才能抽紅包了 好,小坦先來吧 我的事,2018年你做過最有儀式感的事情是什麼 嗯,2018年最有儀式感的事情就是 那個,榮,我想一想,你先來 我的問題是,給你10秒鐘在線怼粉絲,你會說什麼? 哎呀,就是說呢,雖然我的粉絲那麼可愛,我捨不得怼啊,都那麼好 但是我還是要說,槓! 我這個是,2018年覺得自己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一件事是什麼? 呃,我想的是那個,我生日會那會兒 我工作室,背著我給粉絲們發那個,投票選項 就是,你們選那個,福利 啊,然後當時是選了什麼拍DV作品 啊,那我最有儀式感的事情就是 就是,每天上班有時候都會帶照,帶假照上班 嗯,謝謝 謝謝 謝謝